你看她的那个眼线 蔡徐坤给我们带来的主题是 童星 童星是这个成年人的世界里 最神奇的宝藏 拥有童星的眼睛 看世界都是彩色的 如果有一天 你的童星视而复得 那这一次一定要好好珍藏 可以了吗 张翰给我们带来的主题是 是消费 这是第一张那个账单 她像一台扣子机 账单就像她的口香糖 脚两下就吐出来了 别看她每天买买买 生活的智慧 都在她的清单上 前生是有没有觉得这双鞋 特别的要力 高跟鞋 这个是红蜻蜓 商务时尚社交的女高跟鞋 走 咱第二组了 咱就开始了 咱们也是你们俩女孩先走 你们俩看谁先走 往我们男生在后边 谢谢 接下来有请到的是 这是我们高跟鞋组级别 让我们掌声 欢迎他们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 张天爱给我们带来的主题 两面 万物皆是辨证 凡事都有两面 哪一面是阴 哪一面是阳 哪一面是阳 哪一面是好 哪一面是坏 都想要面面俱到 却往往面目全非 今天就算再棚头购面 我也要独到一面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 陈霄给我们带来的主题 人生选择题 当你开始做选择的一刻 答案就已经在你的脚下 现在真的好适合她 对啊 蛮好看的 你知道选择停下 是一个错误的选项 你更知道 前进才是你唯一的方向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 沙印给我们带来的主题 关注健康 好可爱 看 都拼了 都把自己所有的课堂拿出来 眼影不过 身材走样 脖发严重 仔细看 他是 郭麒麟 在懒得武侠世界里 我早已经打通了任督二脉 这么热的衣服 你看 我都懒得擦汗呢 他缠住了 改摊面了 改摊面了 好 接下来有请到的是 我们最后一组级别 他们是 No Fashion组 这场主秀 就不要再说我们 都热了吗 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 掌声有请 No Fashion 来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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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